早上6点空几分,国首重心通报一台中国气阵 在今晚当地的西南1点1海里 差不多海函中山以下37.2海里所在点准 准准6个军官都拨在海里 海准是出动4台阵去救人 中国也动员过来到台阵到地上去 两边共同接评所救人物 那在我报告的同时 我们现在路方已经救起两个生还者 两个死亡者 所以目前还有两个人 现在是下落不明 到目前为止 河内海凌的这大阵 有两人死亡,两人放救起来 失踪的两人现在压过去找 之前今晚会问海贺 中国三部戏准的情意 到达也不太好 现在又过有中国戏准准 而且很晚我们今晚当地 有得很敏感 尤其这边很关心 我们也虽然确定这是人都救完 不太感恐 第一个我们这个联合秦先生 已经启动了 一定要监控 第二个就是他本身岛上的官兵 也是一道纳入的 他不能够到海陵的时候 最起码他沿岸 这都已经很明确了 这绝对是共同来合作 来把这个公共 这个任务把它完成掉 面对中国当然出现搜救机 那么我们在国防这边 有什么样的因应吗 国军这里 没有因为这都已经很确认了 第一个他这个机具不是军用的 第二个他人员也并没有想要进犯了 完全一个人道方面一个处理 刚刚最新的回报 这艘船已经慢慢因为流的影响 已经靠近到我们的这个东定岛 西南的岸季 那如果说在退潮之后 我相信东定的守军 他早上已经全部动员了 全部在暗季做搜索 我相信跟我们海巡会协力 把这个船舱内的整个状况 做一个了解 李维公希望对华 感受到台湾的嫌疑 因为通计说 8年以来 中国海上过界的海上边边 有1.7万台 都在混淆我们的海液 条件来的变化 海顺跟海军很辛苦 也不过让国军 一定捍卫台湾的租款 这个情色交换是不停的 没有讲他给我 我们给他 又或者马上通报 加上他是一个来意不散的 那我们该要警告的 该要喊话的 这个程序叫做还不听 那最后就等已经 不期望看到的事情 那可能就要发生 明镜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不订阅里边 hmm OK